按一下按鈕 它自動會執行 清除的話就會自動又清掉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不需要寫程式的 不需要寫程式喔 但是你要需要學會一個叫錄製聚集的功能 OK 要怎麼樣完成這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一定要記得 在那個上方會有一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制定功能區 功能區裡面有個叫開發人員 OK特別注意喔 從哪裡喔 從這邊 其他功能進到哪裡 制定功能區 再找到開發人員 你要把這個功能給打開 按確定 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開發人員四個字 那也就是說這個功能呢 其實是隱藏功能 如果一般人喔 他是不會打開的 他就顧名思義嘛 開發人員就是 只有開發人員才會去開嘛 那也就是說喔 其實如果將來你要在Excel裡面能夠 有更快的有效率做事情 你可能要把自己定位成開發人員 那其實學校就希望你們也會 做一點開發的動作啦 就是你可以寫點程式 那其實呢 這兩按鈕喔 基本上就靠什麼功能完成的 靠這個 錄製聚集 OK 那什麼叫錄製聚集 實際上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你剛剛做的所有動作 做過之後的話 錄下來 以後的話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它會幫你重複做那些事情 那比如說什麼呢 像剛剛那個你輸入公司對不對 輸入完公司之後 那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呢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它就可以 去執行 那怎麼做喔 我們首先接下來看 第一個 請各位待會記得喔 先把開發人員 跟錄製聚集找到 重點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能要先彩排 彩排一下 什麼要彩排呢 因為你要錄製嘛 所以你的動作呢 基本上喔 不要做多餘或者錯誤的動作 OK 如果你做多餘或錯誤的動作 它也會幫你把它錄進去 那就錯了喔 OK 那所以呢 我先彩排一下給各位看 怎麼錄製 1 游標可能要先從外面 放在 那個14的儲存格 OK 2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上面 打個勾 它會錄進去 所以第一個動 按下去喔 然後再放在上面 確定之後的話 再快點兩下 它就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 這個按鈕了 那另外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清除怎麼清除 游標放在這裡 一樣是14 Ctrl Shift向下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Ctrl Shift向下 游標先放這邊嘛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選取到最下面 那如果選取到最下面的話 以前你可能 習慣的動作是點這邊 往下這樣拉 可是問題喔 你有可能會超過 也可能會 怎麼樣 會跑來跑去啦 所以這個動作我是覺得 盡量還是不要用滑鼠 盡量用鍵盤 鍵盤的話是 點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那刪除的話呢 就Delete 這樣就清除了 OK喔 所以呢 我們 假設彩排過之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喔 如何錄製聚齊 開發人員先調出來 那錄製聚齊 我就要開始做 那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彩排完了 然後呢 並且喔 這邊先 把這個名稱先 記下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按錄製聚齊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聚齊名稱叫什麼 喔 其實他就是幫你寫一點程式 在那個 VBA裡面 實際上寫出來就是VBA的程式 那名稱的我們叫什麼 手機號碼串接 OK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有點像那個錄影機 按下去就開始錄影了 所以你做的動作呢 就會全部被記下來 所以特別是按確定之後的話 因為我有一個把它取代好了 你們等一下應該沒有了 把它蓋掉 如果你做錯了沒關係 重來 NG重來就對了 重錄一遍 那一 游標放這邊 他會幫你寫一結行程式 叫什麼Range 那個 4的 儲存個點 Slate 第一行 第二行的話 游標放在上面 1 2 3打勾 那就把那個公式輸入到程式裡面了 4的話呢 就是快點兩下 這邊向下填滿 整個填滿 好 這樣的話 程式錄完了 所以四個動作多的不要 多餘的 OK 最後按停止錄製 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一個動作了 第二個動作的話 游標再放外面 那錄什麼 錄那個清除 清楚怎麼清除 一樣按錄製 那名稱的話呢 那名稱的話呢 叫手機號碼清除 這邊的話把名稱 改一下 清除 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錄製 那動作呢 1 游標先放在這邊 游標先放在這邊 一樣 Range 14.slater Ctrl按住 再按shift 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所以按三個按鈕 同時 不是同時 順序 123 向下 好 然後呢 再按delete delete 應該找得到 鍵盤上那個delete 按 刪除 好 這完成了 所以 1 放14 2 Ctrl shift向下 3按delete 三個動作而已 按停止錄製 停止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們已經錄完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如果有沒有成功的話呢 你可以到聚集裡面 看到有兩個聚集 就剛剛錄製 名稱就我們剛剛 你可以試著執行看看 出來了 再按這個清除 有了 OK 所以執行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那公信 應該是正確 那待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樣再把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都在這邊執行的話 很不方便 我們待會再教各位怎麼樣把兩個按鈕 給做出來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開發人員標籤 你們現在應該沒有開發人員 然後把那個開發人員從上面的箭頭 先找到 記得 上面有一個小箭頭 最上面 左上角的地方 點下去之後的話 有個其他命令 有個其他人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不凍 我可以看到 感谢观看